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說 你的卡號為什麼會被洩漏出去 為什麼會被盜刷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可能性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幾個不同的原因 比如說第一個 就是像我這樣子 我在銀行面前 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中天記者來採訪我 那我那時候就是開卡號給他 就是我有信用卡的卡冊 這個信用卡卡冊就是說如果 我那時候給他拍的話 就是沒有特別去做遮瑪賽克的動作 所以他就是用細部的方式去卡 所以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裡面有一些卡號就是 有些人就是做定格就可以看到 那他們就把這些卡號 通通通拿去做刷卡的動作 所以之後就會變成說 倒刷就在我頭上 那這個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就是 可能是我跟電視台都很疏忽 就是沒有 我沒有提醒他們說你們一定要上瑪賽克 然後他們只是用快轉的方式去做 那快轉的方式你其實是定格還是看得到 那些就是被倒刷的卡片 其實後來我都停卡了 就是都處理好了 所以這是第一種可能就是 自己不小心 讓卡號外寫 這個我也有錯 就是也要跟大家道歉 對那也不完全都是 就是那個 那個電視台的錯 對就是大家都彼此要承擔一些責任 那中信也是跟中信小燕生不好意思 也謝謝他們就是非常 認真競責的幫我把這些事情處理好 沒有跟我要的就是倒刷的反向 非常感謝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被倒刷的可能 第二種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 您在不安全的網站去做輸入卡號的部分 你可能就會被人家把這個資訊拿走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去 有一些就是居心不良的網站 他會把你的卡號 拿去賣給 某些集團 那些不法集團 然後他可能就直接 放到暗網上面去做販售 那你也有可能 就是被倒刷 這是有可能 就是你的資料被他整捆 就包起來拿去賣掉了 你也不知道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現在的電腦演算法 你看他有可能就是用算了 然後就把你的也算法 就是用算了就把你的卡號跟後四碼就算出來 算成功了 然後他就拿去倒刷 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有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講說 我從來都沒有拿這張卡片去網路上刷卡 為什麼我會被人家只要 就倒刷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 很難防 但基本上就是說如果你要在網路上刷卡的東西 最好就是 你不要 被安 就是如果你常常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網站的話 你的 電腦可能就會安裝了 被植入了木馬城市 那也有可能就是 你在網路上買東西的時候 你當下可能覺得是安全的 但是有可能也被側錄 這都是有 很多種不同可能性 所以這個很難一概而論 所以 如果你有被倒刷的話 就趕快換卡就好了 這算是比較 現在這個倒刷機制都做成完善 所以你也不用付 這個倒刷的這個金額 所以這個大家請大家放心 就這樣做了 記得要不要再試試試試看 然後請大家 我們下次見 就結束了 你下次見